好 我說我今天要問周周 那我要開始問周周囉 不需要啦 不需要啦 好 不用嗎 請恢復本性 可惡 我今天還在那邊 就是 書畫的時候 我在那邊想很久 我今天要講什麼 你讓我試試看嘛 平常都是臭幹懶狂對不對 今天我要問周周一點 來 各位 在這一個 因為疫情肆虐 而動盪不安的時代 在這個 因為疫苗不足 而荒腔走板的國家 總會有那麼一群人 特立獨行 讓你不注意他們都很難 有的人 有事沒事 就喜歡一夜白頭 有的人呢 過去明明是好戰友 但是現在卻反目成仇 誰一夜白了頭呢 有在台北 據說 忍辱負重 肩負重任 破壞戰略 為國為民的 防疫指揮官 一夜白頭 也有在台灣委 高雄 今天要當暖男 明天要當 嚴厲上司 動不動 還要作秀 來個鐵腕手段 把整棟大樓的民眾 強制送到 防疫旅館的 地方父母官 在台灣就算啦 連遠在太平洋那一頭的 美國 裡頭也有一個 據說在那外交斡旋 高來高去 努力幫台灣穩固彼此關係 同時爭取疫苗的 駐外使節 大家都一夜白頭啊 大家現在都努力的 把白頭髮當成他們的戰績 就像小馬哥風衣上的彈孔 就像很多跑車 前檔風玻璃 跟錢包桿上面的石頭傷疤 一定要秀出來 代表我常跑山路啊 而且跟很近 所以屁啦 石頭打亂七八糟 一定要把風衣拿出來 你看一個彈孔 兩個彈孔 代表我身經百戰 而且活到現在 白頭髮 現在不是智慧的象徵啊 而是表演的工具啊 而是政治的紅利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各位 我也很辛苦啊 我最近發現 導播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看得到嗎 你看這裡就好 你看有沒有 有有有有 白頭髮有沒有 你看 後面還有一根 後面看到 你看你看 你看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 都是白頭髮 本人謀是為國為民啊 我也是憂國憂民啊 整天要應付這個蠻憨的執政黨 還要對付那些 冷酷無情下手 凶殘的 1450網軍 有事沒事 要回頭看看 無能的在野黨 我也很辛苦啊 我也白頭髮啊 陳其邁說 他累到 晚上睡不著 好 市長 我每天下班回家 洗完澡也一兩點啦 我跟你一樣累啊 你說你沒有時間去染頭髮 我連刮鬍子的時間都沒有啊 拿下來好像看到張飛一樣啊 胡鬚一張知道吧 賣滷溫飯的那一個 什麼時候白頭髮 會變成政治人物 討民眾歡心 博取民眾同情 或是裝可憐 甚至是拿來證明自己 在防疫工作 或市政工作 或外交工作上面 非常非常努力的證明 可笑到極點 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台灣 這個因為疫苗短缺 而荒腔走板的國家會發生 除了白頭髮之外 昨天一開始我們講的 好戰友反目成仇 昨天我們講的是 男主角跟女主角 女主角講話喜歡嗯嗯 男主角講話喜歡三字經 五字經七八九字經 今天他們有了新的外號 而且還加入兩個人 混在這個戰局裡面 男主角現在叫做 無腦肌肉男 女主角被無腦肌肉男 戲稱叫超級大綠區 除了無腦肌肉男 跟超級大綠區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人 叫做超爛縣市長 在台北 甚至台中三Q哥 也被無端的扯進來了 幽默啦 昨天我們講到 無腦肌肉男 大嗆超級大綠區 有種就去炸 拜託你趕快去炸 去炸掉民進黨黨中央 我就要跟林鶴鶴合作 我就要跟林非凡合作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昨天他想想 很兇 有種你去炸 今天我們的超級大綠區 回應了 他說你無腦肌肉男 你真是無腦啊 怎樣無腦 我說炸 不是用炸彈炸 是用輿論炸 是用網軍炸 是用媒體炸 是用我的頻道炸 是用我的粉專炸 是用我的節目炸 不是真的要炸死人的炸 他甚至告訴你 我的炸是愛馬仕級的 優雅的炸 我聽到一頭霧水 臉上三條線 你是在講三小朋友 聽不懂啊 後來我理解了 按照你炸的邏輯 那我也可以說 霍雯哥 我要殺死你 你不可以告恐嚇喔 我要用我的頭髮殺死你 我要用我的眼神殺死你 我要用我的臉 我的臉龐迷死你 我要用我的身材 羨慕死你 可以不要嗎 這個邏輯是通的嗎 所以以後在我輪到槍箱說 我要殺死你 然後警察約談我到案 我就說沒有啦 我是說我要用我迷人的眼神殺死他 我俊俏的臉龐殺死他 不是用刀用槍啦 不是啦不是啦 這樣也會通 這樣也會通 這樣如果是會通 法律就不用存在了 就沒有恐嚇啦 就沒有什麼違反社違法啦 沒有這種事了啦 瞎拗嘛 亂拗嘛 然後無端還把台中的 罷免男 台中罷免男好了 扯進來 說你要是敢再跟這個 無腦肌肉男 直播 你祖媽就向台中罷免你 很兇 過去三個人站在同一陣線啊 打韓國瑜啊 捧蔡英文啊 踢民進黨啊 踢國民黨啊 親民進黨啊 現在三個人吵來吵去吵成一團 有趣 非常有趣 那另外一個超爛縣市長呢 其實跟無腦肌肉男 是同一時間 槓上超級大綠區 這個超爛縣市長 舉得非常好的例子 過去是尾巴 狗咬尾巴 現在尾巴咬狗 尾巴斷了丟到地上 還在咬 比喻某些民嘴 跟民進黨中央的關係 哎呦 以前是民嘴看政府的臉色吃飯 現在政府要靠民嘴 靠到要聽民嘴的話 要受民嘴的威脅 要民嘴幫他帶風向 得跪著拜託民嘴 請你幫幫我 這是什麼時代啊 這是什麼世界啊 某種程度 我倒還認為 超爛縣市長 講出了很多民眾的心聲 包含你在內 對吧 過去昏文哥講過很多次啊 中央廚房中央廚房 你要知道 中央廚房出菜 如果沒有外送幫他送到你家 他做得再好也沒用啊 這些民嘴這些媒體 就是外送員 他負責把中央廚房做好的菜 準備好的訊息 送到你的家門口 送到你的嘴巴裡 硬塞到你的腦子裡 今天我們可以好好來談一談 是啊你白頭髮 好我們講回白頭髮 我知道你白頭髮你好辛苦 那你為什麼不能從善如流 聽聽別人講的話呢 叫你要普篩叫多久 叫了一年多 叫破喉嚨叫到都啞啦 你不聽就是不聽 各位你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早點開始普篩 不要講Delta 說不定連華航諾富特的事情 三加十一的破口 可能都不會出現 換句話說 你有可能現在 開開心心的跟家人 在外頭聚餐 跟朋友小酌一番 跟女朋友準備開場 午宴場電影 明天下了班 還打算去健身房 拍謝 你現在什麼都不能做 為什麼 如果早點普篩 是不是這一切 或許不會發生 就算發生 也不會那麼嚴重 我們喊了一年多啊 但你哪根衝啊 他是高高在上 為了救國救民 白了頭髮的防疫指揮官 他怎麼會鳥你呢 他怎麼會理你呢 當然不會 而且我告訴你 你越喊 他越不做 牛脾氣 倔強得很 但今天轉彎了 終於轉彎了 昨天他的上司叫蘇貞昌 還在講 不需要普篩 今天蘇貞昌 啪啪兩巴掌 牙齒都在搖 為什麼 我們喊了一年多 你不理我們 為什麼現在突然轉彎了呢 陳時中的說法非常有趣 我簡單跟你說 因為我聽不懂 我跟各位講 我自認邏輯很好 但我真是聽不懂 他說 因為過去 你進到國內 返回國門 你不是在防禦旅館 你會回家 你會回家 就會跟家人在一起 那如果我塞了你 出現偽陰性 也就是其實你染疫 但是顯示出來是陰性 那完蛋啦 你就會鬆懈啊 你以為你沒病啊 回到家裡就抱這個 親那個 摸這個 然後一家人都感染 所以他覺得不用普篩 但現在 你返回國門 不能回家 要住集中檢驗所 或防疫旅館 不會接觸到家人了啦 所以我們可以普篩 你是白癡啊 普篩的重點 是要避免病毒 進到防疫旅館之外的地方 結果過去 他可以回家 你不篩 現在你也把他困在 防疫旅館裡面 你才要塞 用這種爛理由 你在摩擦我的智商嗎 簡直莫名其妙 別傻了各位 亂掰出來的理由 當然不合理 你喊了一年 但是有些人只要喊一次 陳時中就乖乖聽話了 更何況 還是兩個人一起喊 一個叫蔡英文 一個叫鄭文燦 一個是當今聖上 一個是有望接班的大阿葛 你說他敢不聽 他想選台北市長新北市長 黨主席是誰 蔡英文不講話 他就不做 蔡英文一開口 他立刻改 就算甩尾甩出髮夾彎 把臉打得跟豬頭一樣腫 他也無所謂啊 這就是陳時中 你又告訴我你一夜白頭 我把你頭拔下去你一夜白頭 一年前叫你做你不做 搞到台灣天下大亂 現在 乖乖聽話 只因為總統叫你乖乖聽話 你的老闆是我們啦 不是總統啦 你聽到嗎 簡直是垃圾混帳東西 然後更幽默啦 阿不都跟美國好朋友 阿不是要談疫苗代工 昨天記者會還找國衛院 幫你背書 搞了半天 我們就說你根本沒談 今天TIFA會談完 美方還真的一字不提 你根本沒有談嘛 你又在糊弄誰呀 請問各位 你打了第一劑疫苗了嗎 我跟你講 全台灣打了一劑疫苗的 大概只有七八趴啊 但是陳時中未雨綢繆 他現在在想 我們要談第三劑疫苗 要採購第三劑疫苗啊 我看完這個新聞 我只有一個想法 我比喻給大家聽 你剛結婚 每天晚上努力做人 但是太太懷孕了沒 你還不知道 所以第一胎還不確定 第二胎當然沒著落嘛 結果你在外面跟人家講說 我準備要生第三胎啦 第一胎就是第一劑嘛 根本還沒 不是沒打完 是根本一 台灣九成以上的人 根本打不到 第二劑施打的只有0.2% 然後你跟我講說你在談第三劑 麻煩你先把第一劑補給我好嗎 只會畫大餅嘛 只會瞎唬爛嘛 但不好意思 這就是你現在生活在這個荒謬的國家 我不用把事情做好 疫苗沒有 反正我三月二十二號就打過啦 第一劑 第二劑 還是第三劑 都不干我的事啊 我只要粗粗嘴 唬爛一下 被美國打臉也沒關係 等到我要被罵的時候怎麼辦 我頭髮白了 你看我很辛苦 往淚喊 心疼 就是這種爛哏嘛 爛招嘛 昨天才罵這個陳其邁 腳枉過正 作秀過頭 今天立刻就白頭髮給你看 還不清楚嗎 所以台灣現在是一個只能靠白頭髮 來騙取民眾同情的國家 沒有疫苗啊 沒有防疫啊 經濟出問題啦 電倒的倒關的關啊 但沒關係 只要我獻出我的白頭髮 一切都會過去 來看今天電視牆 來 很努力 但我們也只能做到這樣啦 來 白頭髮 白頭髮 看得出來是白頭髮齁 可以啦齁 是不是應該加點黑色線條 那看起來是白頭髮 白頭髮 這個 這個美行姐不好意思齁 你白頭髮 我還是不太好看 但是我為了強調 我還是把你變成白頭髮 欸 他是最早白的 有沒有 不只白頭髮白啦 眼睛還垂了 據說眼袋也深了 然後還說他旁邊鬍子都沒刮 鬍渣都出來了 我也是啊 你看 再跟大家講一下 很多人說佑正 脖子為什麼黑黑的 受傷了嗎 不是是鬍渣 我沒有受傷 是鬍渣 然後有些人說 為什麼佑正那個 那個口罩看得那麼大 不是口罩大 是我臉小 你看霍倫哥戴就剛剛好 我要保留法律追溯權 來 淚謝網友 有人說他頭髮白了很辛苦 他還當真啦 他還去謝謝網友哽咽 說他真的很辛苦 但是這是我應該做的 但遠在國外的小美琴 哪受得了 美國不給你疫苗 莫德納不來 買的不來 送的又少 來了也就一點點 來的又超級慢 然後提法會談完 也沒有說要給你代工 那他當然要刷一下存在感嘛 就立刻也有人幫他弄了一張白頭髮的照片 說他很辛苦嘛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防疫啊 然後呢 六百六十一條人命 你陳時中不行啊 但蔡總統一句話 你就從善如流 我們那邊有這麼賤嗎 我們要花六百六十一條人命 都換不到你的入境普篩 都換不到你為台灣的防疫 犧牲一點點自尊 不要因為是侯友宜講的 你就什麼都不做啊 該做的事情 誰講的 你都該follow啊 你死不肯 搞到民怨衝天天下大亂 你終於因為蔡英文跟鄭文燦的兩句話 大甩尾 我跟你講 這個原因曝光喔 你會把人家氣死啊 沒有人會謝謝你啊 因為你不聽我們的話 你造成了疫情那麼嚴重 死了那麼多人 但現在總統告訴你 你才乖乖聽話 你這種人根本不配當官啊 我還是要問你啊 三加十一要負責 負責什麼啦 拿人頭還是 還是拿你的烏紗帽 你要拿什麼負責 都現在也沒負責啊 不是嗎 來 到底有多類 陳其邁一夜白頭 蕭美琴也白了耶 那我想問一下蕭大使 其實是代表啦 你根本也不算大使啦 好不好 好了蕭大使 OK 美國疫苗代工呢 在哪 請問在哪 然後我更想問的是 昨天白宮發言人說 我們昨天有說嘛 白宮發言人說 這個應該是 有國家這個 阻斷台灣買疫苗的管道 不會說他自己嘛 一定說中國大陸嘛 但我昨天算給你聽過啦 買505萬 來一點點 送的比人家少 所以是中國大陸 涉入還是滲透 還是介入了 莫德納疫苗公司的運作嗎 中國大陸強迫莫德納 賣台灣那麼少 給台灣那麼晚 又只給那麼少 一點點 是嗎 所以是 中國大陸滲透進美國政府 還是洗腦劫持了拜登 要求拜登 只能送台灣280萬 不能多 250 不能多了 拜登就說好吧 那我送你300 送你500 那我給台灣280就好 是嗎 我怎麼看 都是你卡我們比較嚴重啊 然後你今天告訴我你白了頭髮 那我回你四個字 關我屁事 好 但是來 我們先請這個 霍仁哥好了 但是白頭髮現在就是 台灣的防疫紅利就在頭髮上面啦 沒有 因為又這樣我也非常訝異說 為什麼最後會變成說在 陳其邁的白頭髮上面做文章 之前也是這個陳時中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 這次高雄的當然就是因為 人武群去延續到鳳山的整棟樓 這樣被清空 這個處理我是有意見的 因為觀眾朋友要了解 民進黨是一個雙標黨 所以當陳時中他看各縣市 疫情回報的時候 他第一個研判說這個是誰 陳其邁 那陳其邁做什麼都對 所以你看陳時中他會講說 高雄做得很完全啊 把整棟樓通通叫回來做PCR 然後通通趕去檢疫旅館 然後陳其邁今天講說 那個錢我們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出 高雄市政府出不是全民買單嗎 觀眾朋友考一個不用Google的題目 請問全國各縣市負債最多的是哪一個縣市 就是高雄啊 然後叫高雄買單 這非常的奇怪 那請問陳時中其他縣是錯的嗎 因為觀眾朋友如果 如果是眾人皆罪賣獨行 那我告訴你答案是這樣子 那其他縣市全錯 如果陳其邁是對的話 如果陳其邁是發現有確診 就整棟樓都清空 那台北市跟台北縣 這個新北市之前在幹嘛 鄭文燦也是啊 鄭文燦也不對啊 這不是只有侯友宜跟這個問題 那用這種做這種白頭髮的認知作戰 我推薦大家一位 他就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是這一位 這一位他就不會有白頭髮的困擾 他抱著的人是這個謝龍介 是在謝龍介參加台南的立委補選的時候 這張照片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張照片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要看昨天剛剛佑正提到那個白宮凡人 他現在是跟民進黨直接聯手 在做這種認知的作戰 這個我覺得是特別的這個 無奇 很難打 對不起我話講比較重 沒有沒有 佑正 他也不演了啦 他也不要再遮掩 就說我就擺明了 我就是挺民進黨嘛 蔡政府防疫不利失敗 就找美國爸爸 美國爸爸乖都是大陸的錯 都是他們的錯 你沒事 你是被cut off 你是無辜的 這個是講不通的 因為佑正這個疫情 不是一天兩天一個月 是一年多了 那我們採購疫苗 從去年到現在一年多的時間 當美國你知道 台灣被cut off的時候 那你做什麼啊 你在旁邊看嗎 你被cut off 我在旁邊看說 我的盟友 我的好朋友被欺負 我在旁邊看你被欺負 我就眼睜睜看著你被cut off 那你做了什麼嘛 但是你看到昨天 送來的是莫德納的疫苗的時候 他是哪一國的藥廠的疫苗 是美國的啊 所以cut off是誰 是你美國幹的事情 你說推給別人 我覺得這個一點都 一點都不合理啦 那這個陳部長 他當然我覺得 因為我幫他講一點點 待會兒再評評他 就是說一個指揮中心 他連續操作了一年多 就從去年的一月 一路這樣過來 已經一年多的時間 我覺得包括像陳時中跟莊能祥那個 那個都已經 因為陳部長這樣講說 我們會防疫疲乏 我跟大家講 我的觀察 我認為防疫疲乏的是 智慧中心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沒有苦勞也有疲勞 他們的付出我是肯定的 但是我必須講說 防疫的前半段 就在我們五月三期警戒之前 我必須給他肯定 因為那時候都是家齡嘛 我給他肯定 但是經過五月的三期幾天 到現在一個多月 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我們的防疫工作 是進不起檢驗的 到了今天是661條人命 等不到疫苗 沒有獲得良好的這個醫療資源 包括優正你看到昨天這個彰化 那個防疫旅館的這個火警 待會兒有空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待會兒會談 我真的覺得都是亡死了 是不應該死的 甚至這個被燒死的人 在火災的時候 他生前他還錄一下影片 對 那個我都不敢看 我看的影片我都覺得 我都呆了你知道嗎 我都不敢看 我真的是態度 這個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 這個不是天災 這個是人禍 是應該要有人負責的 剛剛霍恩哥講說 他幫這個指揮中心 說他沒有功勞有苦勞 沒有苦勞也有疲勞 但是真的也只有疲勞啦 那你說要幫陳時中講話嗎 我可能比較嚴格 我不是這個 我們就是討論嘛 討論當然 因為我還是那個理論啦 過去我們在跑新聞 我現在霍恩哥也是 上次大哥也是 你今天出門 電話打到手機沒電 找了一百個人 沒有人要接受訪問 我什麼方法都試過 跪在地上 地上滾啊 求他哭 他就是不肯接受訪問 回到公司 長官主要跟人講說 所以咧 然後呢 那就是零分啊 你過程再努力 你的結果是零 那就是零分啊 不會有因為你的過程很努力 結果是零分 好啦好啦 我給你60過關 沒有這種考試啊 我念書很努力很用光 每天要半夜 考試出來 就是不及格 那你就是不及格啊 老師會因為你昨天念到三點鐘 幫你加兩分 零分比賽了 你就是投手界的最高榮耀 結果你最後一局的時候 可能吃到洩藥 八道疼 然後亂投 一直被打拳雷打 然後最後輸了 然後裁判說 這也不太公平啊 因為你前面八局投得很好 好平手 會嗎 不會啊 你輸就是輸 我管你前面多努力啊 你一年半很努力啦 是啦你很努力啦 我不管是真的假的啦 我不管 我就算你很努力 然後呢 然後你最後讓病毒進了台灣 死了六百多個人 去看看台北市西門町 東區信義區 去看看高雄的夜市 台南的夜市 倒的倒 關的關 逃的逃 你過去很努力 熟 怎樣呢 那你去跟那些 倒電的人講啊 你說你不要罵我 我過去很努力耶 你去跟這六百六十一條命講 你去他們臨前跟他講 拜託拜託 你這個走了以後 晚上不要來找我 因為我很努力啊 看在我過去很努力的份上 不要來找我 你去跟他家屬講 去 你不要跟我講 你去跟他們講 活著的你去講 往生的你去上香 叫他們因為你過去很努力 所以不要怪你 你看看他們願不願意 如果他們願意 那我就願意 如果他們不願意 那我站在他們那一邊 我不會站在陳時中你這一邊的 好不 來 來看那個 下一張 一夜白頭 不得了 我真的也白很多 我跟你講就是真的 從去年九月上來以後 我就白到現在 就一直變白 頭髮一直變白 我都想說 你在我們兩個人面前說 你頭髮變白是什麼 沒有啦不一樣嘛 不一樣嘛 時空背景不同 我們出生的時空背景 年份也不太同 不太一樣好不好 來 最早就他 第一名 本土暴征有沒有 本土暴征囉 要被罵囉 趕快一夜白頭 壓力大 不要罵我很可憐 後來被發現 其實沒有是光線的問題 他沒有白頭 這張照片 我記得非常清楚 他是哪裡拍的 行政院 行政院的記者會 各位 光不一樣 對你去看看 光出現那裡頭特別亮 在外面都沒那麼亮 為什麼 因為他燈是這樣照 這樣一照會發生什麼狀況 如果你這裡頭髮稍微少一點 反光 看起來就白 因為我記得 這個好像是不是週末 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 過幾天 他做回指揮中心位置上 欸 又黑了 沒有 是光線問題 但就有人要說他 頭髮白了 然後就有人 部長辛苦了 好心疼 看起來喬嘴很多 多多保重 十神辛苦了 看了都要哭了 哭哭 白頭髮變成陳時中的 防疫紅利 陳其邁也一樣啊 昨天 我跟你講 本土報徵他就白了 本土沒報徵他都黑 奇怪 然後陳其邁也是 昨天鐵碗的事情 當然正反評價都有 但也有被罵 一被罵他今天就白頭髮了 所以他不是辛苦 他是因為被罵 這樣說合理嗎 昨天才被罵 今天就白頭髮 誰PO的 康玉成PO了一張照片 說啊 頭髮都白了 陳其邁加油 雖不捨 但他是市長 應該顧好高雄 你看看多感動 差一點我都 看到陳其邁 我都要去抱他要簽名了 然後他還說呢 這個以陳其邁一絲不苟 非常龜毛的個性 要看到一根白頭髮都不容易了 這表示陳其邁這陣子累壞了 男生整理頭髮只要兩小時就夠了 陳其邁連兩小時都抽不出來 實在太辛苦了 所以他是告訴你什麼 康玉成你講話不要那麼白 你要照神你就說他白就好了 你不用告訴我說 因為他沒有兩小時去染頭髮 所以變白了 不是嗎 你這不是說他沒有去整理 所以才白 不是辛苦變白啊 你不是就自己 衝自己康了嗎 然後他自己也講了 說最近太忙 沒時間染頭髮 各位 甭照神了 他只是沒時間染頭髮 跟我們的食神 因為憂國憂民而白頭髮 不一樣 他不是吳子婿 他只是沒時間去染頭髮而已 你看我頭髮那麼長 這是我主持節目 這五年多以來 頭髮最長的時候 我也是沒時間去剪 那你怎麼不心疼我呢 憂國憂民我也有咖 我也是一咖我也有份啊 而且最近因為防疫工作 常常一天只睡兩三小時 有時還得借助安眠藥 借助安眠藥 我們換位思考啦 如果這句話是馬英九 還是韓國瑜叫的 泡你泡到你飛起來 泡你泡到你明天不敢去上班 泡你泡到記者會 叫副市長來開 講得跟真的一樣 網友就是一片心疼 累難過 然後最好笑的是 他回覆網友他很哽咽你知道嗎 他哽咽回覆網友啊 記者會上他說 市長也沒有那麼厲害啦 沒有那麼神啦 演戲真是演一套 來 蕭美琴 無關工作 同仁幫我拍下 這個參與TIFA會議的照片 驚覺自己處於白髮跟青春痘 同時冒出來的奇怪狀態 非常好 代表您有著成熟的心智 但是年輕的身體 成熟的心智導致白頭髮 年輕的身體才會有青春痘 恭喜 蕭大使 算是煩老還童 你的年紀大概也是校正回歸啦 大概是校正回歸 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態 為什麼他也PO 因為美國講幹話嘛 因為TIFA不跟你談疫苗代工嘛 那會怪誰 怪他嘛 趕快說我白頭髮 你看我白了 我很辛苦不要罵我 不要罵我 這就是民進黨的操作啊 可悲耶 真的很可悲耶 怎麼會 你剛才跟我說你身體不舒服 生病算了 怎麼會用白頭髮 當成讓台灣人不忍苛責的工具呢 上司哥 教授我跟你講 我跟你一樣 我們當然其實討厭他們的人 你聽看到這個白髮 白髮論 或在每個時刻當中這種白髮又推出來 都覺得真的噁心到了極點 但是我代表跟你講 其實你不能小看 這個白髮論還蠻有效的 對誰有效 首先對於民進黨本身的基本盤 對於中南部的這些人 他是有效的 其次我不得不說 當時陳時中這個一夜白髮 我看了我也是傻眼 就像你講 我們看他畫面上 真的是行政院的光很好 你看其實他如果在指揮中心 他臉都黑的 可是你看現在你現在那張照片 那個臉光說有多好就有多好 連他有名的大眼袋都被遮住了 所以光鮮真的決定一切 我要講的部分其實你不要看 當時陳時中這一夜白髮隊說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討厭他的人都覺得 真是荒謬在說什麼鬼 但是我不得不說 在我身邊我自己到三重 蘆州 一些基層上因為我是吃素的 所以我都是到處去吃那些小攤 跟那小攤飯的這些好朋友聊起來 他們不見得知民進黨的可是都賣帳 真的喔還真有效 是有效的喔 你知道為什麼 我想這當中我覺得要從兩個角度去看 各位是這樣子 我個人的是這樣子 我對民進黨的部分所有的批判 我不是一個理性的人 比如說我最近說他們下地獄 我最近說他們以後會變成蟑螂 我不是一個理性的人 可是但是我始終要花一些腦筋 或者是我長期以來我也從年輕 跑新聞兩岸三地看了非常多各式各樣的政治人物 我一直都在關注民進黨當中 他們還是有他們的一些厲害的狠招 這些狠招必須要被洞悉 否則就會被騙了 乃至於說有時候他讓我們生氣這件事情 也是在騙我們 所以我不是太常生氣 覺得有些該生氣要生氣 不生氣是不要生氣 有時候生氣是找了他們的道 你知道嗎 像過去在韓國瑜的部分的時代 很多故意就是要撩動那個部分的東西 那白髮是怎麼回事 首先各位 如果你們各位去看一下 在最近這一波以來 陳志忠已經跌落神壇了 蘇貞昌 蘇貞昌這個冷凍雞腿院長 已經都躲不見譚 蔡英文總統現在自己跳出來部分 來主抓有關於疫苗這件事情 控制了國安體系 控制了外交 包括尤其是駐美的體系 其實一直在搞疫苗 然後鄭文燦也躲不見譚好一陣子了 各位民進黨現在在整個概念當中 有沒有什麼正派 沒有 也就是說民進黨現在在一般的民意當中 你不要說是藍營 藍營是討厭他 中間選民也討厭他 現在所有連蔡英文 蘇貞昌都在民意交易當中 已經死亡交他 都非常非常不滿意 那麼在這個情形之下 其實民進黨已經沒有什麼 正派的人物 或者說正面的人物好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頭很清楚 陳其邁因為疫情在南部第一 相對來說不嚴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頭 唯獨我有去仔細追蹤的一點是什麼 就是說有關於陳其邁白髮這件事情 如果是高雄市政府自己發的新聞稿或消息 那真的是有夠欠揍 真的是你知道真的是 要打他一百耳光 但是後來當然我自己 我不知道各位 包括佑正或包括觀眾朋友 你們自己如果在追你追到什麼 當然我追到看到的部分 其實還是從網友 網友就綠營的這網精裡頭 再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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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 找到了這個中文的說法 然後才傳開 然後包括才 變成新聞 再變成新聞是這樣子 我要表達的部分就是 民進黨其實是非常聰明的 無論是他們網精裡頭 是蓄意的 刻意的 或者是說自自然的衍生的 就是說現在當從中央政府的每一號 我們能夠說得出來的民進黨政府人物當中 绝大部分大家都很火大 都非常不满 已经没有一个神的时候 他们就 就刚刚讲 又正讲的造神 可是这个当中就是 他们就开始在堆 在堆砌塑造 一个相对来说的正面的人物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 最近陈其迈的新闻 有几个呈现他的面相 首先是白发 这个是一个人情的 温情的部分的东西 你乍天机下你也会合理 然后我刚刚讲 可能对于蓝营的 蓝营的同胞很讨厌 可是对于中间的一般民众 不特别是基本盘 这个可是很打动的 这种话题 因为它就是一个人情人性 各位你看第一次看到 妈妈的白发 小时候你看所有的人都在 你知道你要知道这个东西 从我爸妈时代 就已经care爸妈白发 可能从胡适 五四运动时代 都已经在写爸妈的白发 到现在可能小孩子 小学生皱纹里头 也还在写爸妈白发 各位白发这个事情 还是是有永恒的卖点 所以我就说这一招我没有说 没有说是总而多了不起 但是对于是有用的 这是个人情俱味 其实它基本上进步在塑造什么 其实就在塑造 陈其迈最近的一些魄力 他有一些强悍的部分的举措 当然批评上你可以说有争议 你不近人情 把人家送到整个大楼送去 送去检疫所去防疫旅馆 还要他们自己出钱 你可能很多批评 可是可能对中南部选民 或者是只要不是那栋大楼被骂的人 的其他高雄市民或其他人 感受就是魄力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对陈其迈的塑造 其实是软硬正面兼施的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无论是一个 刚刚又正讲很重要 是不是一个中央厨房发送出来 再刻意特别塑造陈其迈 乃至于这其实只是网军自己 形成这个东西 各位这个部 这个策略这个部署 你真的很讨厌 可是还是有点有用的 而且我必须得说 容我再多说一点点就是各位 有问题尽量说 现在是这样子 其实对于政治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持期比落 每天很多事情 哎呀这个生气那个同意 然后每天为了陈时中又反反复复 又打自己嘴巴 我们又要把它过去上个月 上上个月千年 你知道现在任何一个新政策 我们都要要列出清单 把它过去打脸 又打了苏贞昌的脸 就每次我们现在都 包括做评论灰文都很辛苦 就是任何一个新事情 我们都要去数落做一大堆 可是民进党其实是什么 各位如果你像我一样 我过去认真的读过 叫做剧场理论 民进党是非常懂得 把政治作为一个剧场 各位如果你有去看剧场 你要知道剧场是这样子 剧场他不是一开始啪 就像现在摄影棚 所有的光都亮到 一群人所有的影院在上面 他们其实是轮番的 有时候主角出来 有时候是配角先出来 有时候光打在前面 罩着一个前面的人 然后有个人躲在后面 然后这都光过来了 又跑到前面 所以各位你们不要觉得 苏贞昌包括郑文燦 在这一波这些当中躲起来 好像他们是不见蛋 是没有勇气 各位如果你把民进党整个 对于跟公众的这个形象策略来看 他们是很贼甚至很厉害 也就是说当负面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从目光当中躲到后半层 然后推出了像包括 我们现在看到陈其迈 或像肖美琴这样子 就是时而推出前面的人 就像这个剧场流动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每次在 骂或很难受说国民党 怎么现在他都在这一波的 有关于这个疫情的防疫的 基层不满的红利 国民党的肚子涨了这么一趴或两趴 完全没有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国民党没有个剧场 国民党里头有非常多厉害的人 当然除了过去韩国瑜是一个立体 他就是一个很立体丰富的角色之外 包括朱立伦 乃至于现在包括侯友宜 其实他们都很 你就觉得他们可能很迷人 你相信他们的政治性格 相信他们的操守 觉得他们是个领袖的气质 可是他们某方面有点单薄 这单薄 所以我在讲 所以你现在在看待民进党 所有的这些策略 人物的这些变化跟塑造 各位 你一定要把所谓 剧场理论的经验来看 有时候前景 有时候后 有时候配角丢出来 有时候主角出现 所以这个过程里头 民进党或者是他们里面的操控者 乃至在舆论 或者刚刚中央厨房 在丢信息来说 其实真的是有点厉害 或有点贼 不输我们对岸 过去我们常常批评 所谓老共的这个两手策略 三手策略 四手策略 因此当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 哦 原来白法是怎么回事 原来陈其白的魄力是怎么回事 原来为什么这个时候 哪些人躲起来 哪些人出来 这里头总体 他就像这个剧场 所以当我们把民进党搞的这出剧 里里外外都看清楚的时候 他们在出什么招 出什么戏 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胸有成竹了 说得太好了吧 那我这个人比较直接 你演剧场是吧 我就把你灯给砸了 被砸了 把你剧场给拆了 把你舞台给烧了 我把你给炸了 怎么样 用什么炸 用正常发挥炸 我没有用炸弹炸 霍恩哥要补充是吗 我觉得这个刚刚上次兄提的 我非常有感触 但就如同佑正宜的分析是 要怎么去破解这个东西 因为观众朋友 你现在面临的挑战 不是传统的蓝绿对决 我刚前面跟各位报告说 那美国他就不演了嘛 他就直接我白宫发言人讲的 这个对民进党的支持者 是非常的受用的 所以你看之前川普再怎么样 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顶多川普讲个两句 蓬佩奥讲的两句 现在是白宫发言人说 你们是被cut off的 这个对民进党防疫失败 跟购买疫苗失败这个事情 他有个出口嘛 美国讲的 美国讲的跟老共讲的 那个在我们台湾的分量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同刚刚佑正说 要把这个灯给砸了 那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靠选举嘛 但是我的意思说 在这个选举的这个架构下 你遇到是美国直接就 把民进党推到这个 等于是把他自己当成 他的这个附水组织来看的话 我认为国民党会后来 会越来越难选 那观众朋友现在问题在哪里 就是譬如说我们看 佑正我们前几天 那个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 中天的那个那个新闻 就是NCC乱法的 法官不认同 打领NCC 中天已经关了啊 中天已经被关台了 你这辞来的正义是正义吗 而且佑正我们谈了这么多的罚单 包括你跟龙介兄的那个文旦 或者龙介兄讲那个简讯那个 简讯那个我之前在你节目讲 那个已经获得证实了 就他可以去控制万华的 就是可以啊 对他在控制万华的这个基地台 他发细胞简讯 然后我直接在你的健保卡上面注记 你也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去过万华的 那简讯通知你啊 60万的简讯 15万的简讯 所以谢龙介那个是冤枉的 谢龙介跟王佑正那个文旦 也是冤枉的 那个什么祥宇 那个也是冤枉的 你把这些 越数越多 所以佑正我们改天如果一条一条 你很多都是冤错假案嘛 那冤错假案结果是你被关掉了 那我想说中天被关台之后 你这些东西 你要去砸他的场子 你的这个 你的那个媒体的那个曝光度 的影响力 受到影响嘛 这这么多台 其实大部分都会偏向这个 绿的部分 这是陈其迈啊 在高雄啊 有人去发简讯 所谓的幽灵简讯 就不知道谁发的 高雄市政府说不是我们发的 那问题是谁发的 那这简讯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认知的作战 啊 陈其迈的防疫啦 高雄的防疫工作啦 疫苗的施打啦 我们各行政区什么 会有人去发这种简讯 但是不是高雄市政府发的 陈其迈他们是否认的 那我只请问大家 这钱哪里来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去那个Light at 因为Light at 还有一个官方的账号 然后你一般的手机简讯 因为你实验是那个简讯 每一个都要钱 因为我自己耍宝 我以为Light at 那不用钱 我跑去申请 结果申请发现说 前面几折是免费的啦 很像有一个 免费的扣打 让你传好玩的 后面开始就要一折一折 跟你算 每一折都要钱 你点赚就没赚 暗次击费的 你发几折就是几折的钱 那我请问你 陈其迈的高雄政机 宣传的简讯 谁写 谁的钱 总会有人买单吧 高雄市民说 不是我出的 那难道是我出的吗 你就是有人 在用这种认知之外说 他在高雄 就是从桑师兄 刚刚分析的 我今天我民进党在高雄 我还留一口元气在 我就去拱陈其迈 至少三个礼拜之前 佑正就讲了 现在这个陈建仁 陈时中不行了 判陈其迈了 那你幽灵简讯就来了嘛 他中央厨房就出菜了嘛 因为观众朋友 幽正我也替这个友台的节目 讲句公道话 因为他们很难做 疫情这么烂 民怨士气 可是友台的节目 因为他们拿人的手短 他不能谈民进党啊 民进党怎么谈 谈得罪爷爷奶奶 什么都不能谈 他只能去谈国民党 只能去谈共产党 他没有办法去监督执政党 当一个政论节目 没有办法监督执政党的时候 上司兄你是前辈啊 那题目要写什么呢 那这种瞎拍要怎么办呢 对啊 收视率真的很差 没办法啊 你一讲民进党 绿媒的节目一讲民进党 马上被洗版啊 大家都不看啊 所以我吐槽这个 王世坚跟高嘉宇 两位都是好朋友 你看王世坚跟高嘉宇再怎么讲 他们会骂苏贞昌 会骂陈时中 没有人敢骂蔡英文 有没有看到 他再怎么讲 蔡英文他不敢讲 你一提到蔡总统 你一讲这个 哇 马上那个 马上他压力就来了 关键制出来 我跟你讲 所以他们的认知作战 跟他们的这个系统 我呼应刚刚上志学长讲的 我们知道他的套路了 但是重点在刚刚佑正讲 我们要怎么去破解他 把他拆穿掉 想念韩国瑜 心爱的同业们 你看以前监督在野党 忙臭事 但有个韩国瑜要你监督嘛 就死命的监督他 死命的弄他 死命的弄他 你看 想他了吧 那你还那么努力 把他给弄死弄垮弄走 现在想他了吧 是不是 好啦 白头发这件事情 上次大哥跟霍文哥 都分析得很彻底 但是我真的还是比较 冷血无情 如果是我的长辈 我的父母看到白头发 我会心疼 但看到这种 我不会心疼 我只会恶心 我只会觉得你们很恶心而已 你白头发 就算你长到你的眉毛也白了 胸毛也白了 翼毛也白了 又怎么样呢 所以呢 你如果乖乖的 听我们的话 早点普筛 该做的做 不该做的省省 你会白头发 你搞不好 越活越年轻 跟肖美琴一样 青春痘痘痘冒出来了 你搞不好 头发还越长越黑 越长越长越长 越长越多 不是吗